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优娘驾驶 这一集要带大家到宜兰 买很牢的海鲜 还要为大家介绍 免费海景第一排野营地 最后再带大家到 可远眺太平洋 疗愈梦幻大草原 快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出发吧 记得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关注FB粉丝页 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 大家好 我是优娘驾驶 今天带大家到户外野营 我们先到宜兰头城 大西渔港 买很牢的渔货 一公斤一天赤 这里都是一早现流的海鲜 非常新鲜 我们决定带一点在地味去野营 刚刚上来的 烧回来 刚刚回来最新鲜的 我还在那边 你也有一个 船是你们家的 我们今天到大西港 碰到我的黄先生 跟我讲一下 有没有选一种人 银沫 一黄沙 三秋四买咖 真的是太厉害了 十大好鱼之中 您吃过几种呢 我独的鱼是 一口 二口 三双猫 四草豆 一个都是这边现烙的 每天来回的 早上出去中午就回来了 最新鲜的 要买鱼的话 直接到这边 对对对 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这里有方便的厕所 来采购的朋友 可以运用 来来来 吃多少 来来来来 在这里 除了有新鲜鱼货 还可以看到 和都市完全不同的 在地风景 也算是开眼界了 这里是大西鱼港 鱼货拍卖现场 在这里 大家都好忙碌 除了游客 我决定多买点鱼货 支持在地 各位注意听 这不是唱片跳针哦 很多商家都有渔船 早上捕捞回来 中午就在岸边贩卖 在那边喊完 然后就 200一斤 活的 已经做成虾仁了 我怀疑整个虾子的家族 都被请上岸了 才买完食材 我们往下一站出发 现在带各位到今天的野荫点 大理海提 从大理旧街 这一条路进来 这条路有高度限制 要特别注意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大理海提 这里有非常美丽的海景 旁边就是大理车站 停在这边的话呢 它的厕所 可以看一下 上面天宫庙 天宫庙里面有厕所 除了天宫庙厕所之外呢 大理火车站也有厕所 看起来 社区前面这片草地 已经立了告示牌 不适合露营 野炊 生火 我想游客到任何地方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要造成环境的脏乱 也不要打扰在地人的生活 喜欢外食的朋友 这里也有海鲜餐厅 这里是海景第一排 绝佳的博点 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惜哦 今夜我们准备 听着掏声入眠 副家事 满座的工具想要做什么呢 我要打鲜奶油 下午茶就有了 水机 看到副驾驶这么忙 我只好喝千量饮料陪伴他 谢谢你哦 自己打得最健康 没错 天然的鲜奶油 你吃一口看看 真的是太好吃了 感觉海滩上的浪花 在我嘴里跳跃了 人间美味 有豆 有假 你刚刚表情很弱 这是柠檬蛋糕 上面你看还有柠檬果皮 吃饱有动力工作了 开工 现在优娘驾驶带大家去认识周边的环境 旁边就是大理车站 里面有厕所 我们去看看 他的厕所有两个地方比较近 一个是游客中心 就是天宫庙 一个就是大理火车站的厕所 现在我们穿过地下道 过去看看 火车站 步行十分钟内可到达 沿着大理车站前面的步道下来呢 这里有个分岔路口 一边过寒洞 就是回到我们停车的点 另一边呢 现在优娘驾驾驶要带各位去看的是大理游客中心 还有大理天宫庙 走 你好 太二线了 各位观众 今天在大理的游客中心碰到我们台北的王先生显看力 高先生显看力 大家好 刚刚他们才说游娘驾驶车只从身边使游姐过去了 路上巧遇就是有缘 游娘驾驶会找你们了 我们看一下游客中心后方还有垃圾处理点还有水测点 这一条路就是通往草陵古道的联络道 我们现在就去换装带各位去走一走草陵古道 草陵古道是淡兰古道的其中一段 目前最热门的就是从新北市贡寮区到宜兰县投城镇 大理之间的山区路径 全长8.5公里 总共有四条登山路线可以抵达桃园古大草原 分别是内寮县、草陵县、大溪县、石观音县 其中最短的是内寮县 起点在贡寮乡、吉林村的萧家庄 入口处有指标以及公厕 单程两公里只要三十分钟就可以抵达桃园古大草原 桃园古就称大牛浦又称捆牛仔山 从前有许多农家在这里放牧 在农田、农场纷纷荒废之后 现在变成了牛之的栖息地 回来了 这里是庆云宫 又称为大理天宫庙 祖寺玉皇大帝 这里的景观台可以远眺太平洋、龟山岛 风景非常美丽 今天我们准备玩在地、吃在地 料理海鲜大餐 车上要处理食材的话 灰水箱就非常重要了 这套无名火料理设备 车上、户外、露营、野餐都能使用 真的是太方便了 听着远方的浪涛声 静静地享受科技的便利 原来美味不用远球 看看效果怎么样 看起来好好吃 看起来好好吃 吹着海风 听着浪涛声 可以玩热热的浓汤 就是最幸福的事啦 打成泥之后就变成浓汤了 接下来我们要烧烤大西鱼港买的黄金鱼 我希望在肚子里面放一点九层塔 各位观众啊 虾米最新鱼 大西鱼港早上很老的鱼 现尖最新鱼 新鱼港早上很老的鱼港 对吗 我过来 新鱼饮料来过 台湾No.1 来大家晚上好 今天到鱼市场买的新鲜的鱼货 怎么样保鲜呢 各位 这台真空风口机 它的带子在这里 竟然有个收纳的地方 很方便 然后这要拆洗的话也很快 来玩玩看 一二三 一秒钟延伸走吧 我们先铺个桌垫 不然等一下那个鱼货 鞋水滴到很麻烦 来我们先把它单边封起来 有没有 哇好快 然后再剪我们要的长度来用 我看一下要多长 它这有个刀子可以切 刚才这样就够了 这样子 好来 切过去 哇太方便了吧 哇不用剪刀耶 对啊 新鲜鱼货就是分次要料理的话 最好就是把它用真空包装装起来 这前面喔 要预留五公分左右 抽出来 摆上去 要超过它 它如果抽出来有 汤汤水水 它会在这个沟槽里面先收集起来 我们再拿来清洗 推进去一点 哎哟 可以了 然后 干抽 外抽 电源 石抽 因为担心它这有水 所以我们用石抽 它是抽真空抽完之后 然后再会启动风口的功能 来可以了 功能很漂亮 这个距离也很短 不会浪费太多包装材料 很可以 这个就不会汤汤水水漏到冰箱里面 对 然后整个冰箱都是鱼腥味 哎呀 海景第一拍 乖乖 乖乖早安 太阳晒屁股啦 乖乖 帮忙看一下充电瓦数多少 不要顾着吃了 96瓦 200瓦的太阳能板 一早发电96瓦 算不错了 太阳能板 只要有树荫挡住 发电效率就会非常差 一定要全部晒到阳光 行动电源 放在太阳能板下 可以防晒 现在来把面包做一个回烤 好 准备吃早餐啦 真的外面一起弄电源在收电的时候 在海边 冷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透过太阳能发电 注射冷气耗电大概 100多瓦 90到120瓦 酥酥脆脆 感觉是现烤的 走私面包 打开来看 哇 拔下来就是餐包的概念 对 然后你这时候要抹奶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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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吃早餐囉 欸這是我的早餐欸 欸你太誇張了 好吃嗎 好嘍這個很像喔 鴨子到底會不會咬主人呢 我們來試試看喔 來瓜瓜 你看摸他嘴巴 我們現在請副駕駛來試試看 他平常都是我照顧的欸 對啊 大哥 你平常都是我幫你拔屎拔尿的對不對 好來 他會咬的 會痛嗎 他咬副駕駛是很特殊 你看 他抓他的手而且會扭下去喔 這隻咬人喔 換你的手過來 鴨子你真的是咬人喔 好來 換爸爸來 你看 完全不會咬我 對不對 咬我就死定而已 咬下去 對 因為我有阿勢力 有沒有覺得咬金飄飄啊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自己飄起來 你變成天鵝船 看到沒有 屁股翹翹的一種 來來來來來來 你看 師母跟你講有沒有在聽啊 你每天都是師母跟你拔屎拔尿的 都是師母照顧你的 你看 可以咬人喔 你看 這是咬他喔 這是咬他 把你手伸出來 你看 他叫我手真的要給他咬 他是咬他對不對 他是咬他對不對 哎唷 唉唷 唉唷 好我們要比較一下 來 你看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誰照顧你的 來 你看 不會咬我耶 欸 你最乖的 他是對你完全沒興趣 今天透露我耍眼 好 各位現在在下面留言 他是因為 優娘駕駛是公的 他是母的 因為一心香西不咬呢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呢 西母跟西母啊 我每天幫你爬屎拔尿的 好 請各位在下面留言 你看我這麼疼你 來 你看喔 原來鴨子只咬心素不正的人 他對你完全沒興趣 他不咬自己的男朋友 對不對 要吃 鴨子餵食秀 我們來看他吃不吃 手絲麵包 唉唷 你剛剛不是咬我嗎 吃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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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這裡 你看看 有一個人 他在這邊 妖怪 你看看 如何 你 لا 你可不餓 你還不敢 你還不敢 那天 你無法 你不敢 想不想 相依为敏儿 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经验对各位有帮助 我是优娘驾驶 我们路上见 拜拜